我們傳統上的確是這樣的 傳統上我們以前的主流手術以激光妖視 例如Lasic的ASMAL為主 予有一些比較複雜的個案 例如眼角膜比較薄 本身有一個變形傾向 度數零射深 甚至是散光零射深 我們以往針對這些情況建議考慮ICL 但隨著技術的進步 我們發覺ICL的光學效果 度數的穩定性都相當高 所以有部份人士對視力要求相當高 例如我之前有個案是做視警師 一定要看得很精細 其實都會考慮做ICL 效果也相當理想 據我所知 Win哥之前的度數都比較深 特別是散光零射深 散光零射深的人士其實很辛苦 第一 戴眼鏡 大家覺得戴眼鏡就可以了 其實不是的 如果散光去到很深很深的話 眼鏡矯正是有缺陷的 它可能將影像會出現變形 戴眼鏡看東西 如果配足散光 戴眼鏡看東西 可能會變形比較厲害 會暈眩 會看一浮 不戴眼鏡 看近遠的東西 其實都是蒙的 這些東西都會化開 就算戴隱形眼鏡 你說一般散光矯正隱形眼鏡 都未必可以矯正到很深的散光 所以就很辛苦了 戴眼鏡又不是 戴隱形又不是 所以矯視手術其實是一個相當合理的選擇 但是呢 剛才說過了 如果是傳統激光手術 例如說這個LASIK Smile等等 針對一些靈寫深散光的情況 眼角膜又不是特別很厚 或者一個眼角膜本身有一點點變形傾向的話 其實風險是靈寫高的 所以之前 例如說都和你做過一些詳細檢查 分析過激光妖視的可能性 大家都覺得這個風險是相當高 就不是很值得搏 變了就有一點點 大家都頭痛了 怎麼算好呢 其實ICL正正地填補了這個缺陷 因為第一 它不會切削眼角膜 它就不會引致一個角膜變形的問題 第二 它的度數矯正的範圍都相當充足 相當之廣闊 可以矯正一些比較深的散光 深的度數 所以這個手術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合適 甚至乎也更加安全 因為它正確實不指尬 而是 作詞 作曲